哈喽各位喵者们 我是你们的 驯鹿将喵女子 驯鹿将 驯鹿 算了 驯鹿啊感觉好怪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恐怖游戏 它的名字叫 恶魔之根 之裁缝师 从开始 打开信件 本源恶魔吗 这个很好 它是这个翻译版的 翻译过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 会更有助于我们 去了解一下剧情 好 詹姆斯先生 应该就是我妈 我名叫凯特 我知道你是 你十分受人们尊敬的 灵媒以及驱魔人 也许在我向你叙述 整件事情之前 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 自己的情况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我一直在孤儿院中待到 等到有一个富裕的家庭 来收养我 那个时候我才五岁 等我二十岁的时候 突然间我得到了一个遗嘱 遗嘱上面说 我的生生父母 把一套房子别墅留给了我 然后等到我二十岁的时候 就做一些遗物的产权转换 然后我去了房子 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 每天特别的阴森 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他母亲 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自杀了 然后还有一些 这房子闹鬼的真相 需要我们去做 所以说 好了我们要去做死了 不过也好 反正死的人不是我们 对不对 不要bug 不要bug 我个子好高 我是这么看表了吗 天呐 我的胳膊在这个位置 我的胳膊在这个 我们一般看表都是这么看嘛 我们看表是这么看 刚刚是什么 傍晚五点钟 在圣诞节的晚上呢 是很正常的 五点钟已经黑了 好的 我们是 这个是大门吗 这应该是大门 然后这边有一 尊 有一尊 圣母玛丽亚抱着小孩的画像 然后这个是什么 等等 这个是 标记 这是一种封印的印章吧 隐藏的标记 我们可以把它消除 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他妈和他爸爸 1890年 哇 1890年 楼上不能走 被封死了 OK 这边就是我们应该需要探索的 这个所谓的裁缝机了吧 哦 这一个婴儿车 这给我们的主角的吗 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标记吗 哦也是 必须离近了看 我们消除一下 今天我是一头鹿 今天我们是一头鹿 然后这边画的是 那个时候的英国伦敦吧 这有个密码 四个字的密码 我们刚刚在画上看到了1980 所以说我们直接输1980 7 8 获得了一把钥匙 哦 这是什么 这不能开 哇 这个里面好黑呀 哇 吓死我了 需要钥匙 我们正好有一把钥匙 开了 OK 这边是厨房 那边我们再去 哇 二楼的地方我还没有去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 这没有加速跑啊 这个门开不了 我没法没办法打开门 这什么 需要一个门把手 好的 我们进来还要干这些事情哦 给他修门 找钥匙 这不是管 喂喂喂喂 等等 你这个 好自动门自动门 我又懂了 恐怖游戏 惯有的作风哈 这是啥 这个 哇 这是要解谜的东西好的 一只可爱的乌鸦 这还有一把断掉的钥匙 那估计是不行了吧 诶 哦 这边有一堆纸 这啥意思 拼图吗 来快啊 夫妻二人在房中自杀 只有孩子存活了下来 哦 9月13号夜晚 受害人为史密斯夫 史密斯夫夫 史密斯夫夫 我们记住这一对夫妇 警察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认为妻子在经历长期的抑郁 及间接性失智症后 逐渐恶化成为精神分裂症 他杀死了他的丈夫后 用火点着了自己自杀了 也就是说把自己老公杀死 然后 哇天哪 这个委托 委托人 这个他爸他妈有点嗨呀 这个 哦 这就是我们的委托人 有点小尴尬的 这还有一个标记 好我们消除一下 OK 这有没有什么 这个是什么 猪头 二师兄 你怎么了 二师兄 这应该是砝码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肯定是需要找齐砝码 然后量这个刻度和这个猪头平齐 会解开一个谜语 这是一条鱼 这条鱼居然没有腐烂 好神奇 我觉得鱼这种东西是坏得最快的了 然后这边有一些画 然后这边有 Bird 这应该也是一个谜题 好的 我们肯定需要什么 哇 这里面的谜题真的是超级多 这个门什么时候开的 Hello 嗨 门把手 这个又是一个 已经有两个没有门把手了 朋友们 帮我去扎 不要踩下关门好吗 吓死我了 诶 淡定 这个是写着两把铁锹 这啥意思 这也是一个印章 这边是 画了一个蜘蛛的标记 在五 然后这边是四 五四之间 好吧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解明要素吧 诶 什么事 哦 风铃吗 蛮可爱的 这是一个地窖啊 地下室啊 看来我们需要神之撬棍呢 这个是一个信箱 需要一把钥匙 干嘛 这是外面吗 哇 外面是风雨交加的夜晚哦 出不去啊 我天天 这东西有点吓人啊 这个布子能拿下来吗 No 诶 诶 穿墙了 吓死我了 好 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 这是哪里 这是奖状啊 看来 这个委托人的父母 也是才子吧 哎呀妈 这关门声太吓人了 好的 哎呦 有点晕 哦 Ladies 他很喜欢他的猫咪吗 这是什么 名片吗 这后面有什么 后面有电话 035 OK 但是他只有一半 证明还有另外一半 这是什么 大小头 就这个 这个手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会不会比较亮啊 我这边看的还是蛮亮的 这是什么 我靠 吓我一跳 能用啊 电视机 还有钢琴 哦 少一些钢琴键 朋友们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需要解谜的地方了 很多啊 很多很多 这里面的酒 随便拿着去卖 应该很值钱吧 这么年长了 20多年 这什么 10点35啊 嗨 我不要带你小怪好吗 哦 excuse me 卡的朋友可以那个什么 卡的朋友可以 呃 刷新一下 刷新可能是这个网络的问题 一般卡的话就是网络的问题了 我靠这是啥东西 哦 我知道了 这是那个缝纫机上面的那个棍 what 关键道具吗 这是 哦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物品 看到原先的一些记忆 这就是我们这个通灵体制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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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好口 这应该是他妈 委托人的母亲 这是我妻子 她是个裁缝 裁缝师 但我们第一个孩子 哦 他们在之前应该是已经有一个孩子 但是已经死了 死了以后 他就变得 开始发 就是有抑郁症 然后 发展成精神市场 这些物品 遭遇了很多残忍的攻击 哎 手 哎呦 我天 好痛的好吗 这一下就穿过去了 哦 行行行行 好 这个时候好像是要更新了 我用通灵的方式 来和死去的丈夫的灵魂交流 他试图告诉我什么 啊 我是 我们是在和他老公说话 哦 这好像有一滩血 哎 OK 这个是什么 镜子碎了 呃 大家能看到镜子里面那些东西吗 就是有一些影子一类的 哦 朋友们 圣母玛利亚没了 哈哈 怎么办 我好疯啊 这个东西会移动哟 我好方啊 我们的恶灵已经开始对我们展起 展开猛烈的攻击 我靠不想走 展开猛烈的攻击 啊 卡住了啊 啊 瞄准推一下 哦 这样推 再这样推 我靠 后面有什么东西 挡住 哇 靠 喝口水压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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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个门这个角度是怎么把这个门撞开的 圣母玛利亚这个雕塑是穿墙了吗 我靠 你看真的 我靠 不要吐槽这些反物理性的东西了 总之它是成功的把我们吓了一跳 你不要突然转过来 我又警告你 你 还有你不要叫了好吗 太吓人了 上面的门开了 一只 一只K KT猫 这只猫有点大吧 我好轻呀 怎么办 它这么一叫就把我心给叫软了 完全 完全把恐怖感削弱了很多 虽然说它的两个眼睛还在放光 猫的眼睛在晚上看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经常和我家猫就是这么玩 哎呀 后面上去抱抱它 怎么办 好轻啊 好轻啊 好萌啊 以下来 喵将 这是那只黄猫吗 应该是那只黄猫 它不会突然跳下来吧 猫喜欢搞偷袭的 I know it 可以走了吗 好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手上拿到什么东西哦 我的天哪 我家猫跑啦 我在视频之前就说过了 我家猫跑啦 啊 我靠门开了 闷关了 有人进来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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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 它要是走过来的话 头上碰的那个风铃肯定会响 也就是说它在那个走廊里嘛 我靠 真的有人感觉有人进来了 我好疯啊 哎呦 我不管了 我们走吧 我靠 哈哈哈哈 凌晨一点半 天哪吓死我了 刚刚那张脸我没有怎么干的 看仔细 哈哈 哎 瞬间就变成了从下午点中变成了凌晨 OK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啊 我要翻坏事去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哎 要死了 哎 也就是说他们还给他 为了一种就是致死的药嘛 安眠药那个过量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行还不够 哦 shit oh my god 啊 哦 Holy crap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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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